身为打工人的我 一朝运气爆棚 成为天选之子 在末世之前 获得梦境之影 我东屯零食细屯肉 北屯电量南屯水 我是胆小鬼 吃喝醉在行 月圆之夜丧尸降临 关上窗帘吃火锅 听着小曲唱着歌 末世之中最大的咸鱼 非我莫属 一个人的火锅有些孤独 我拉开窗户 对天许愿赐给我一个对象 一睁眼 哎 这窗边 怎么还吊着一个如此酷炫的帅男人 此时 距离末世开始 还有五天 六天前 我从噩梦之中醒来 梦中有指引告诉我 世界将会被改变 刚开始我并不相信 这些虚幻的东西 自以为是加班加出来的幻觉 直到我梦到的事情 再一件又一件的 在现实之中发生 我开始慌了 因为省钱 我找了一个郊区的房子住 周围算上 我也不过只有三户人家 而在房子的下面 有个废弃的大仓库 房东说是以前做生意 遗留下来的场地 可以供我这个唯一的房客 随意使用 看了一眼账户里面的余额 我果断开始了采购工作 以前出门都是骑共享单车 今天我也奢侈一把 叫了个出租车 正在路上堵车时 领导的电话 打到了我的手机上 我刚按下接听键 没来得及说话 那边领导的骂声 已经铺天盖地地朝着我袭来 张道早 几点了你还不来上班 昨天晚上两点 我让你做的文件 你做好了没有 我们公司里面 从来不养闲人 尤其还是你这种 低学历的大学生 我给你三分钟 我怂了怂肩膀 以前我是为了那点窝囊费 让着这个肝 傻傻不会嗓门 比喇叭大的兔头领导 现在马上就要漠视了 谁还跟着他上什么班 这么多年的气 我算是受够了 我换了个姿势 毫不留情地 开始输出了起来 王总 我平常给你脸 你就接着 首先 今天是周末 我不需要上班 第二 我早就想要告诉你 你自己一点审美都没有 天天还来质疑我的设计稿 每次被你搞得四不像 还对我来救场 把问题推我身上 半夜两点 你在家里哭坟呢 哪个正常人半夜了发工作 你以为你坐上这个位置 是多清清白白的吗 今天老子心情好不多骂你 赶紧给我滚蛋 别来找灰气你这个秃头王八经 骂完以后 我直接就挂断了电话 压根没用给领导 任何回嘴的反应时间 司机大哥咽了咽口水 趁着红绿灯的时候 对着我比了个大拇指 小姑娘 你哦 我心情无比地 舒畅给司机大哥 回了一个低调的手势 最近几天天气不好 说不定后面会有雨 司机大哥要是有时间 不如囤点东西在家里放着 也省得下雨天出来买菜了 我看司机挺面善 便跟着提了一嘴 毕竟 如果我把五天后丧尸 就要爆发的事情说出来 司机大哥怕是 能直接左拐带我去精神病院 在昨天 我已经在网络上面 发表了有关于 世界末世降临丧尸 即将出现的信息 然而并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反而一个个的 在我的视频之中 玩起了梗来 甚至还有人讽刺 我是小学生 不允许我散发这种 有可能引起恐慌的言论 我也没办法 信的人自然会有准备 不相信的人 我也没办法逼着他们囤物资 顾不了这么多人 我只能当作随意的话题 和司机大哥聊一聊 当作一些提示 司机大哥倒是听劝 他看了一眼天气点了点头 也是 等会儿送完你 我就去超市买点东西囤着去 我最烦这下雨天 每次下车都弄裤脚上面水 司机叙叙叨叨中 把我送到了大商场的门口 我二话不说 推着购物车就跑了进去 冲击小面包 有多少库存 给我拿多少 卫生纸 外面放到我全要了 卫生巾 给我拿上十大箱 过碗瓢盆都搁来五套 只不定我得在自己家里 用上一辈子 郁寒的衣服 夏天的短袖 鞋子 袜子 帽子 我这番大动作 直接就把超市的经理 都给惊动了过来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 已经进入购物疯狂状态的我 一边高兴 一边又有些担忧 那个 小姐 这些东西 你一个人怕是用不了吧 你的家人有没有联系你 小婷 去外面看看 有没有找人的信息 片刻后我才意识到 经理这话 怕是把我当成了精神病人 我挥了挥手 面色豪气 不用担心 我精神没有问题 买这么多东西 是因为我辞职了 想要在家里待上一段时间 除了我家里 还有十几个人呢 我自己怎么可能 能用得完这些东西 别 这是我的卡 结账 经理一听这话 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笑眯眯的两只手 接过了我的卡 整个人的态度都恭敬无比 好的小姐 我坐在沙发上面 喝着经理泡的茶 享受着级别的待遇 东西点完了以后 一共花了我六万块钱 我看了一眼单子 这么多东西 就这么点钱 你家超市东西还挺实惠 经理对我笑了笑 说要找人帮我把东西 送回家里去 我本想拒绝 一回头 看到外面的大包小包 堆满了三面墙 我沉默了片刻 行 我家在西郊户 把东西放在那里就行了 经理得令 屁颠屁颠地离开了这里 他本想派专车送我回家 不过被我拒绝了 还有太多东西没买 我得抓紧时间 我来到药店 把药店中 现在所有能买的药品 全部买了一遍 防身武器必不可少 凡是我能拿得动的 使得了的 都带回了家里去 充电器 发电机 充电宝 五天的时间 我已经把所有能想得到 能用得到的东西 全部都整整齐齐地买回了家里 所有仓库 都被我给填满 除了这些以外 我还花大价钱 请人给家里换了防弹玻璃 和防盗窗 顺带着把大门 也换成了高大的铁门 外面安装了摄像头 还顺手 买了望远镜来 随时观察情况 它们就是我的安全感 也是我一个女孩 能够在末世 活下去的保命符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我拿着零食坐在沙发上 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准备完毕 下午三点 天狗十月 整个世界陷入黑暗 嘶吼声和惨叫声 拉响了末世的第一轮警报 末世时代 终究降临 二 我从窗户边上 拉开了一条缝 架起了自己的望远镜 朝着平常最繁华的地方看去 整个城市 已经被血色给轻染 丧尸们穿着人类的衣服 行动缓慢 他们的嘴边流着咸水 整个人的眼珠子 已经变成了灰白色 见到人便直接扑咬上去 如大型兽一般 把人撕裂成碎片 人们的脸上 满是惊慌失措 有人哭着抱着 自己家人的尸体 有人扔掉自己的孩子 吸引丧尸 来给自己寻求活路 每个人都不知道 该如何应对这个情况 只能拼命地 把自己给藏起来 躲避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事件 整个城市 如同地狱降临一般 早在我的梦中 我便已经看到过了这个状况 然而此时亲眼所见 到底还是让一只生活在和平年代 从未见识过 如此血腥场景的 我有些忍受不住的害怕和颤抖 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绝对不能当圣物 能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我要好好地在这末世之中活下去 看到丧尸真的出现以后 我便的望远镜给拿了下来 立刻把窗帘给拉好 所有的门窗都扣紧 检查了整整三遍 没有任何遗留问题 我才放心下来 我这里离人群所在的地方还很远 所以短时间内 我并不担心丧尸的入侵 只是在生存面前 人的恶性会被无限地放大 我这些天置办的铜墙铁壁 一方面是为了防丧尸 更大一方面 却是为了防止有人注意到 我这一小片的安全区 从而把我干掉 独占我的物资和房子 尤其是在我看到有人为了活命 把自己的亲人推出去为丧尸以后 我就更加坚信了 一项平稳的主持人 神情急切地对着镜头 播报着城市的情况 经过专家证实 这次爆发的是一场丧尸潮 被咬到的人会转化成丧尸 在丧尸饥饿的情况下 人类会变成他们的食物 请各位一定保护好自己 所有情况已经上报 请一定关好门窗保护好自己 国家一定会来拯救大家的 主持人的话刚说完 镜头就突然一只清白的手给袭击 紧接着就传来了主持人的尖叫声 和丧尸咀嚼啃噓的声音 这样一场血腥画面 直接出现在了电视之中 被无数人看在眼里 所有人在这一刻终于清醒了过来 原来这不是谁故意制造的笑话 也不是什么所谓的谣言 丧尸真的来了 外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远在郊区的 我也能够听到 响彻天际的求救声和惨叫声 我电视声音 开到了最大概过这些声音 捂着耳朵在沙发上睡了一觉 白天我可以用眼睛看到外面的情况 晚上我要盯着所有监控 免得有什么地方出现漏洞 丧尸爆发的第三天 我已经习惯了日夜颠倒的作息 外面的惨叫声 已经开始逐渐消失 人的适应能力很强 外界的响声 对我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 家里放的零食吃了一半 我准备去地下仓库之中 拿出一些零食 上来做补充 我习惯性地打开摄像头 看了一圈 一个清白的手 突然出现在了我的摄像头前 我下意识地从监控前跳了起来 整个人的心脏都开始砰砰乱跳 甚至连喘息都不知不觉地收敛了起来 来了 那丧尸对着我的摄像头拍了两下后 晃晃悠悠地离开了这里 我深呼吸了几下 没想到丧尸来的竟然这么快 丧尸能找到这里来 已经足够说明 市中心怕事已经完全沦陷 网络上面到处都是求救的信息 我也看了不少人拍下来的视频 幸存的人越来越少 许多人都听话地把自己锁在了家里 但是 食物总是最过不去的那一关 就算家里有些应急的东西 终究也会走到淡尽凉绝的一步 最后还是要不可避免地出门和丧尸相遇 因为在我的梦中 我就是在丧尸来临后 家里没有储存任何的东西和吃食 整整饿了三天以后 不得已出去寻觅食物 在找食物的半路上 我遇见了几个丧尸后 急速奔跑 最后因为体力不支 倒在了丧尸群之中 被无数丧尸分食 那种疼痛 仿佛我自己已经亲身经历过了一半 就算醒来了 以后我也能够感受到 自己的手臂被扯断 自己的小腿 被丧失一口一口啃食的剧痛 我烦躁地关掉自己手机 从仓库之中 拿了许多的蔬菜和肥牛卷上来 锅一开 我往里面放了火锅料 煮开以后 我又给自己开了一瓶可乐 一个人的火锅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时不时还可以喝口快乐水解腻 电视台似乎也已经沦陷 所有的台都放着各种不同的节目 我找了一个正在放综艺的频道 整个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十分下饭 一时间 我竟然还有点已经忘记了 自己身在漠视的惶恐 哎 要是日子能一直这么过下去 也不错 喝完最后一口可乐 我听到了外面 有门被敲击冲撞的声音 我立刻走到了监控的面前 查看起了外面的情况 只见一只丧尸 正在疯狂地撞击着我的铁门 他似乎是闻到了 门缝隙之中传来的味道 时不时就抬起头 咽了咽自己嘴角黄色的咸水 而后又用自己的身体 当作武器不停地撞门 他的动作 已经吸引到了周围的丧尸的注意 这些依靠声音变味的东西 都晃晃悠悠地朝着我家门口走来 一两个丧尸我上街有信心 这铁门可以抵挡 然而再厉害的玩意儿 也挡不住这些丧尸的齐心协力 我整个人都急出了一身汗来 没想到百密也有一书 撞击声越来越响 新的丧尸加入了撞击铁门的阵营 原本让我非常有信心的铁门 开始出现一些不明显的晃动 如果他们真的进来 我精心造好的铜墙铁壁 将会变成我自己的坟墓 我咬着牙眼睛 从房间内的东西来回打量 最终目标定格在了厨房之中 三 厨房里面放着我 今天下午准备烧的一条鱼 那鱼放在冰箱之中解冻后 还很新鲜 我翻箱倒柜 找出了买望远镜的时候 顺手买的无人机 用扎了一些孔的袋子 把鱼放在了里面 血水顺着孔流了出来 我直接就把无人机放在了阳台 三 二 一 我给自己打气 操纵着无人机 直接飞了出去 鱼的血水流到了这些丧尸的头上 脸上和嘴里 他们开始互相啃噬起来 我的手猛然一抖 这些东西竟然还能互相吃 无人机一下子落了下来 这动静吸引了更多的丧尸 我一边晃动着无人机 一边引诱着 我门口的那些丧尸 跟着血水的方向走 直到把他们给彻底引开以后 我直接把鱼扔在了一处角落里 这些东西没有智商和记忆 引走了以后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回到这里来 我松了一口气 把无人机给收了回来以后 立刻关了窗户 以后可不能如此的大意 吃饱饭溜了一圈丧尸 我开始玩起了手机来 许多人现在都在收食物和饮用水 因为谁也不确定 丧尸的感染源到底在哪里 有人说是水源 于是这些人便真的不敢再用水 有人甚至因为缺水硬生生的 可死也不喝 而那些家常的蔬菜水果和饮用水 已经卖到了天价 一颗白菜 有人出价三万都没人愿意卖 在这个保命为上的时代 钱已经成为了最没用的东西 丧尸爆发的第五天 电视台没日没夜放着的 还是最后的那些节目 原本报道的媒体 现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消失 丧尸出境的时间越来越多 我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第一批成为了丧尸的人 现在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智商 以前他们都是敌我部分 饿了不管是谁都随便肯 现在则变成了 丧尸大规模行动捕捉人类 他们的行动迟缓 听声音的能力却在不断进化 人类终将被丧尸赶尽杀绝 一个个标题出现在网络上 让原本就人心惶惶的世界 更添加了几分绝望 我去了仓库之中 拿了一些吃饭的食材 再次上来的时候 看到门口站了两个男人 从摄像头中目测 这两个人的身高 大概得有一百八十 每个人都是人高马大的模样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一脸凶像 衣服上面还带着十分明显的血迹 每个人的手里 都握着一把西瓜刀 你确定这个里面有人 这里面真的有食物 高鞋的男人 一脸怀疑地看着我这破败的房子 他似乎觉得 这种一看就没有人住的房子里 怎么可能会有人 矮些的男人 一刀砍在了我的铁门上面 我还能骗你不成 前两天我亲眼看见 这个窗户里面用无人机 飞出来一条鱼 是那种放在冰箱里面保鲜的鱼 那血水都带着新鲜的味 要不是当时丧尸太多 那鱼指定得进我嘴里 说着他擦了擦自己的嘴角 抬头看向 得窗户处 我这两天也看过了 这里面就是有人 这窗帘早上是拉着的 中午就被拉开了 我确定这里面不光有人 而且还会有很多吃的 要是幸运点 只不定都能做咱俩的安全物 到时候 咱们吃不完喝不完的 全给他卖了 别忘了 现在一颗白菜 可都八万了 他说着 伸手比了一个八 高个子的男人 明显已经被说动 两个人观察了一番 我这铁门实在是给力 他们两个人的西瓜刀 对上铁门 也没什么用处 高个子 指了指我一旁的矮枪 走 咱们从这个地方爬进去 咱们两个的刀都拿好 里面还不确定有几个人 有人出来我就抓住他 你就直接一刀过去 给他来个开膛破肚 两个人哈哈大笑地 计划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我在房间之中 坐着看着两个人的动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经历了末世的缘故 两个人的身手都格外好 我整个人的紧绷程度 已经全部拉满 我知道我这个小破房子 会被人注意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竟然这么快 我拿起专门 买给自己的辣椒水和电棍 暗自深吸了一口气 来给自己加油助力 他们的命我不感兴趣 但是我也绝对不允许 有人想要动我的命 他们并不知道 我在房子里面装满了监控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视线之中 先打那个高的 再打那个矮的 先打高的 再打矮的 我不停地默念着 拿着辣椒水和电棍的手心 已经布满了汗水 这两个人明显是已经杀过人的 我非常害怕自己 这点三角猫本领 制服不了他们 我正默念着 外面的锁突然动了动 来了 在他们还在研究着 如何开锁的一瞬间 我直接一脚 把自己的门给踹开 我逼着自己冷静下来 趁着他们两个人呆愣的片刻 直接就是辣椒水 往眼睛里面招呼 啊 这小娘吗 两个人到底受不住 辣椒水的袭击 直接开始发狠似的 到处抓起了我来 手中的西瓜刀 更是因为看不到 而挥舞得更加狠利 每一下都透露着 要命的胸意 我趁着二人眼睛睁不开 低着头弯着身子 拿起电棍打开开关 直接按到了高哥的身上 数到十又转移到了 矮个男人身上 一来一回五六下 两个人已经彻底的晕了过去 为了防止有人是装晕 我又一个人垫了几分钟 直到都翻起了 白眼我才彻底放下心来 我跌坐在地上 给自己擦了擦头上的汗 这是我第一次对人动人 却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我把两个人绑起来 用电动车拉到了 离我门口不远的一个角落里 他们想要我的命 我对他们却下不了死守 这次我之所以能赢 就是因为他们 对我的不熟悉和防备不足 如果他们醒了 肯定会计划着 再次对我动手 我能做的 只有把他们放在 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至于是醒来继续给予我的家 还是被丧尸啃视永远沉睡 这就只有看他们的命 到底有多硬了 四 回到房间里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用手擦了擦身上的汗 也察觉到了一些 不对劲的地方 刚才我是因为害怕 所以才出了一身的冷汗 现在我已经缓了过来 身上的汗 却如同水龙头一般的 不停往下滴 我脑海之中的第一感觉 就是热 太热了 这不正常 我打开手机查看天气 上面只有一个危险预警 天气在急速加热 现在的最高温度 已经达到了将近50度 这样的天气 肯定会加速病毒的传播 到时候变成丧尸的人 只会越来越多 我叹了一口气 躺在了沙发上 今天的事情 也让我多了一个心眼 我认为的安全 不一定是真正的安全 我准备洗洗澡 好好睡一觉 给自己补充体力时 外面的窗户传来了响声 我直接从沙发上 一个弹射坐了起来 我操 现在这丧尸都会爬房子了 我火速到达了 那个一直被敲响的窗户 到底是防弹级别的装备 窗户还安然无恙地坚挺着 思索再三 我打开了窗户 本来我已经做好了 外面是一张腐烂的丧尸脸的准备 谁知却是一个倒挂着 穿着白大褂的男人 他敲了敲我的窗户 你好 我叫白安 我可以进来避一避吗 那两个男人的阴影 我还没走出来 没想到我又被新的人给盯上了 我摇了摇头 就要拉上窗户 那男人却对着我摆手 我是研究中心的人 这是我的名片 现在还没有完全断网 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我 我获得过国家的称赞 曾经出现在主流媒体的颁奖典里 你可以查一查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想找一个能够做实验的地方 他一边抓着绳子 背后背着巨大的包 一面从自己的白大褂中 不停地拿出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我贴着窗户看了看 又拿起了手机 一个个地搜了一遍 唉 还真是个大佬 我急忙打开了窗户 让人荡了进来 白恩荡到了我的家里 坐在地上对着我道歉 谢谢你了 我也是住在这边的 以前没来得及认识邻居 没想到出了事 还得麻烦您 真是不好意思了 原本我也无意冒犯您 但是丧尸越来越多 人的生存环境无比艰难 我必须要研制出来 能够阻止丧尸进化的药剂 他把东西一个一个地往外拿 确实全部都是实验室之中 常见的实验品 经过我的研究 这次的高温天气 很可能是一次丧尸变异的 最佳机会 这些丧尸正在进化 他们从没有意识到了 现在的成群结队 以打猎的团队出现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行动的速度变快 已经不仅仅是 依靠听声变味来行动 他们拥有了嗅觉 这次高温过了以后 我担心听觉系统也会恢复 到时候的丧尸 怕是已经没有东西 能够阻止他们的入侵 这可是有关于 整个人类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没想到 有一天能够见到这种大人物 我点了点头 放心吧 你在我这里安心地研究药剂 我这里不会断了你的吃喝的 白恩对着我鞠躬表示感谢 我专门为他找了一间屋子 把所有的东西放了进去 让他进行实验 作为科学家 做饭他是一点不会 于是我们两个的一日三餐 开始由我来负责 这人倒是也十分识趣 每天吃过饭 都会自觉地去刷碗 时不时地 还会打扫起家里的卫生来 原本我装的那些东西 在他的指导下做了一些更改 我把有两个男人 爬墙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直接用铁丝 扯了高高的电网在四周 还把一些不太坚固的地方 做了重新的加固设计 大铁门更是坚固无比 不用再让我时刻担心受怕 你的摄像头 安装得十分及时 如果没有这些摄像头 你会十分危险 不过 你怎么会在家里面 放这么多的东西 难道你早就知道了 末世的到来 或者 他的意思很明显 怀疑我和这次的丧尸潮 是否有关 我摇了摇头 我是纯纯的漠视电影爱好者 最喜欢的 就是在家里囤东西 什么时候的我都囤 天天都觉得丧尸要来了 每天夜里做梦 都是丧尸来袭 这些东西我不买 心里不舒服 我这人固执 想要的必须得买 没想到现在真的能够用得上 白恩看着我的眼睛 我诚恳地对他点头 他半信半疑地瞪了一声 丧尸爆发的第三个月 在越来越多丧尸嘶吼声 横行的夜里 我已经从对丧尸的恐慌害怕 变成了无奈和不耐烦 这些丧尸 还都是人类的样子 有时候跑来的 甚至还是我以前的同事 国家的救助还没有到位 我猜测 也是因为这次病毒的不好控制 和急速高温 导致了人群的大面积感染 无法控制 网络上发言的人越来越少 偶尔有一两个新的视频出现 也是已经憔悴无比的人类 在对着镜头告别 而后或是自杀 或是从高楼一跃而下 这样的高压 没有几个人能够受得了 我的日子倒是不难过 每个电视台播出的节目 我已经全部能够倒背如流 甚至每个人的每句话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两个周之前开始停电 我一直在用太阳能电池板和发电机 给自己维持电量供应 除此之外 水中已经开始出现了污染 我已经尽量地开始节约用水 每天都把水用到刀刃上 我没法抱怨 因为我知道我的生活 已经是许多人羡慕 都羡慕不来的日子 白恩在看到手机上 又一个站在高楼上 一跃而下的视频以后 沉默了许久 他不眠不休了三天后 从房间之中兴奋不已地走了出来 他拿着一瓶药剂 兴冲冲地朝我走来 出来了 我研制出来了解药 我呆愣了片刻 和白恩两个人喜极而起 我们决定 今天晚上对这次药剂进行测试 丧尸已经有了视觉 今天就给他们来上一场 风火戏诸侯的课程 五 夜里 无人机带着被打开的手电筒 在铁门外不停地晃悠 慢慢地吸引着东西南北的丧尸 开始朝着大门口聚集 一阵一阵的丧尸低吼声响起 白恩拍了拍我的背 别怕 我朝着他笑了笑 对他示意可以开始进行实验 我拿出另外一架无人机 交给了白恩 他把研制出来的药剂挂在了上面 我们在监控中 一再确定丧尸的位置 最后在丧尸最多的地方 倒下药剂 一平地凉下去 丧尸们毫发无损 没有对他们造成一点影响 看来 我的这个方向不对 白恩看着外面的丧尸 喃喃自语 把无人机和手电筒收回来 以后就又扎入到了 自己的实验室之中 我明显地看出 他眼睛之中的失望之色 只能安慰他 这不是一次可以成功的事 白恩点了点头 继续开始拼命研究 我早就发现 这科学家 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光是吃饭 这个事 他们就很可能忘得一干二净 直接把自己 给当成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来用 我这人对化学一窍不通 只能够在吃上面 给他补补身体 每天变着花样的 给他做好吃的饭菜 我的思想比较传统 只有吃饱了 才能更好的工作 一周以后 白恩从房间里出来 他拿着新的药剂 再次进行了实验 我站在窗户外面 看着来来往往的丧尸 我甚至觉得 如果不是他们的皮肤和眼睛 还有那略微僵硬的动作 他们和真正的人类 已经快要没有多少的区别 外面幸存的人类锐减 一个人再能藏 又能够藏到什么时候 我心中有种惶恐感 难道这个世界 真的要变成丧尸的天下了 到时候 我这个真正的人呢 白恩这一次的药剂 有了明显的用处 开始对丧尸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这些伤害 能够让丧尸行动迟缓 甚至还能够麻痹 他们暂时的视觉嗅觉和听觉 让他们变成了无头苍蝇 没有杀伤力 我的研究方向是对的 白恩高兴地直接蹦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 一把抓我抱进了怀里 你看 早早你看 是对的 我研究的药剂有效 我点了点头 肯定了他的付出 我相信你 再过不久 你一定能够研究出 真正可以让这些丧尸消失的药剂来 白恩哈哈大笑 压在了他身上的重担 在这一刻仿佛轻了一些 我们难得地吃了一顿火锅 喝了一些小酒 在醉醺醺的时候 白恩蹲在角落里 突然开始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 其实先变成丧尸的 是我们实验室里面的人 那是我身边的同事 在眨眼的时间 他就变成了那副模样 实验室里面的人 拼了命地把我从里面送了出来 他们告诉我 一定要研制出来 可以消灭丧尸的药剂 拯救人类 如果我不能研制出来药剂 我对不起那些人 我对不起我的同事们 我在旁边拍了拍他的背 哭一场也好 在这种重压之下 哪里有人是活得轻松的 我嘴上说着 不会多管闲事 闲下来却会在角落中 放上一些食物 我无能为力管所有人 只能够用这样的方法 期望着就一个是一个 我跟着白恩一起哭了起来 这几年上班 我可没少受委屈 我嗷嗷大哭 边哭边骂边说 我是个孤儿 从小让人家欺负到大 上学的时候 老师同学欺负我 长大了上班了 领导欺负我 现在好不容易有点小钱 丧尸就来了 我这成天获得提心吊胆 我也没什么爱好 就爱晒晒太阳 现在晒太阳都是个奢侈 出去不得把我给热死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白恩在旁边看着我 替我擦了擦眼泪 你不会一直这么苦下去的 你是个很好的女孩 你会很幸福的 我们两个人 在这一晚上 互相说了自己的心理话交心 也更加的熟悉了不少 白恩继续研究药剂 时间已经距离丧尸的爆发 过了半年的时间 按照正常的时间来算 现在是该过年的时候了 我找出上一年买的门帘 一点一点地贴在了大门上 白恩挂上了红灯笼 趁着这个冬天到来的雪景 倒是真有几分过年的感觉 我和白恩坐在沙发上面 一起看电视台 一直循环播放的春晚 这个节目我一直留着 为的就是过年的时候 在让自己兴起兴起 11点59分 电视上的钟声开始倒数 趁着家里的时钟滴答声 一个新年即将到来 我闭上眼睛 在新年的第一秒许愿 世界和平 再无灾难 钟声敲响的瞬间 外面传来了烟花爆炸的声音 白恩拉开了帘子 我们清楚地看到 外面一朵接着一朵的烟花 在天上不停地盛开 足足放了三个小时才停了下来 我已经习惯丧失地嘶吼 此时在烟火的炸声下 竟然也会睡得如此安稳 第二天我刚醒 家里的门就被人敲响 我还没来得及开门 白恩已经跑到了我的房间 拿出了一套我最为隆重的衣服 让我换上 走吧 英雄 我满脸的疑惑 跟随着白恩往外走 我那空旷的房子之中 竟然站满了穿着迷彩的人 他们看到我 齐刷刷地向我比军礼 谢谢您 我愣了一下 白恩懒着 我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这是我这半年来第一次出门 阳光照在我身上 我竟然有种莫名的色索感 这是 白恩让我坐到了一个直升机舱中 他笑眯眯地和我解释了起来 昨天的烟花 是我研究出来的药剂 爆炸以后通过风地 传播到了每个有丧尸在的地方 所有的丧尸已经全部消失 你可以正大光明地出门了 以后 你又可以走在阳光下晒太阳了 我擦了擦 不知道什么时候 流出来的眼泪 对着他点了点头 谢谢您 在高空中 我看着这座残破的城市 被慢慢地修复着 重新变回了他原本繁荣的模样 而白恩把所有的功劳给了我 我成为了举世文明的大英雄拯救者 国家给我颁发了将近 足够我接下来的半辈子 吃喝玩乐无忧无虑 我终究活成了自己最喜欢的咸鱼模样 顺带着收获了一枚帅气男友 一年后 白恩坐在沙发上搂着我 轻抚着我的头发 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早早 我笑了笑 那就希望世界和平了